大家好,我是茶探哥,一人一狗,突破旅行西藏 昨天晚上在这儿露营的,东西已经都收拾完了 因为那会儿那个快递小哥给打电话,我的有两个快递到了 所以说我就赶紧收拾了,去取一下快递 去看看如果快递都到了的话,我就出发了 他就往那个茶叶线走,就不在这个乡里面待了 希望快递都到 好了,出发,贝贝 贝贝一走就精神了,你让他待两天,他再没精神了 鸡饭鸡饭叫 哎呀,我可想揪揪他的小耳朵点 他是不让揪 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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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 嘿嘿嘿 走啊 不走 走不走 说话 你说 走嘞 走吧 走吧 走 留下几公里了 要走得快点 开开中午去 去不了 还可以下班了 又到了下午 好了好了好了 上来了上来了 这就是荣州乡了 也快 这车有哪响呢 这这这这 箱里面还是比较冷清的 还是没到了箱里面 我查了一下好像邮政快递就在这附近 我去取一下 箱里面挺干净的 又干净子又清净 这叫荣州乡卫生院 那是不是邮政 不是 那就不像 农业银行 这 这是邮政 这么点 我以为是邮政有多大 这没有银行 邮政有好 哎 哎明你这个快递在哪去 这 我给我取一下我的快递 取了一个快递 剩下那个快递是 是圆通的 圆通的不给我过来发 是发到长眼线自己去取的 如果是蒸的话就更好了 这就不用等 现在那就往长眼线走啊 明白吧 他这个箱里面 箱里面还真的啥 他比较 偏僻 但是我下单的时候 他说能给送到这吗 该等的还是该走的 走啊 他去问一我再说 走啊 荣州乡啥也没有 很多人都关着门 谁也没打架 那就这趟前走一走啊 去前面的冲桩打点水 还有一个快递 我问了一下 他们都说是 除了邮政都到这个箱里面 其他的快递都得自己去 查亚县去 所以说咱就不用等了 有了出租车了 看出租车 应该是查亚县有出租车了 在这儿休息一下上啊 在这儿休息一下上啊 我感觉啊 快到查亚县这地方天暖和了 这儿好像推开是一个停车场 但是车也拉不上来 真的 马路边边的 他稍停一会儿咱就走了 你看那个河 就没有接了冰 所以在这个查亚县 还是挺暖和的 昨天晚上那个暖和 不是说到冲子里面暖和 不是说这边气候就暖和 今天的温度应该是 最低是零下9度 最高是零下6度 6、9、15度 相差15度 所以说还是挺暖和的 从那个荣州巷出来以后 到前面打点水 狗狗该喝点水了 有点水没有来 狗狗已经喝点水了 赶紧到前面先打点水 狗狗该喝水了 先去打水了再休息 这个咱这有自来水没有给打点 这个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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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谢谢谢谢 哎 我在这 开关在这 哎 哎 开了 哎 哎 这学生猛的 这儿小啊 接不过来 哦哦 我开了 这边好像是给 管给扭出劲了 哦 对开了 哎呀 哎 哎 倒下水了 荣州葱 这里 茶雅还有 29公里 今天再走上个 十来公里 走上个十二三公里 明天剩下个 十六七公里 就到茶雅了 哎呀 终于到 快到长度的 第二个县了 越到这边 这车越多了 这地里 这是啥 羊羊 还在这儿窝里 别窝了 起来 上山吃草 哎 你看见啥了 贝贝 你看见啥了 你看贝贝看啥 不是 那是啰 没有 虽然是曹 虽然是好 过度的 cidade alongside 又是 那是啥 东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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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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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